Hello 大家好 我是灣區接的阿強 今天我帶大家來到三水 帶給大家一個別墅和高爾夫球的一個盤 它叫做保利雲相 這裡我們主營的是高爾夫球場 以及我們所買的都是別墅 我們現在往銷售中心 帶大家去參觀一下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裡也是我們的招牌 好了 我現在帶大家進來三水 保利雲相的小一部 我今天邀請了鵬哥 和我們介紹我們的樓盤 這位就是鵬哥 大家好 我是保利雲相的接顧問 我姓羅 名字鵬 叫我鵬仔 由我為大家介紹 我們先用這個項目的區位和一個沙盤 OK 謝謝 好 這就是我們的區位 我們這個項目是位於一個河海中路和一個大河路的交回處 我們這個片區就隸屬於整個三水的文化旅遊城區 周邊的宿環境配套是非常之優美的 我們這個項目 東邊這個位置是一個萬某的雲東海湖 也是三水政府重點去打造一個比較大的濕地公園 那裡是一個濕地公園來的 這樣說很漂亮 那邊濕地公園 這邊是高熱呼吸場 是的 南邊是一個國家四級的旅遊景區 所以說我們這邊是屬於E3磅水的好地方 河花世界也在附近 是的 我們過去河花世界大約是十分鐘左右的車程 很近 是的 特別到現在夏天一個時候 特別適合去觀賞河花的季節 適合去打卡的季節 是的 例如冬天的時候 我們這個項目北邊的位置 大約開車三十分鐘左右的時間 就可以到一個盧包溫泉的度假村 哦 盧包溫泉就是這裡 也是三十分鐘的車程 是的 都是比較便利的 相信很多朋友 考慮到我們這個項目出行的便利性 是的 交通是怎樣呢 是 我們項目旁邊有一個移港高速的高速線路 我們項目上去唐家車路口 大約只需三分鐘的時間 哦 往東邊這個方向去走 閃貴廣州這個方向 都是大約四五十分鐘左右的車程 都是比較便利的少許 加上我們今年三月份的時間 廣佛巷高速一個正式通車 項目北邊上去 大約五分鐘的時間 去廣州白雲機場大約只需四十分鐘的時間 大大縮短了 一個佛山和廣州的連接 嗯 同時 除了這麼方便的開車七人配套之外 我們項目旁邊有一個 港佛巷的一個乘軌配套 哦 站點叫雲東開站 距離我們項目中心的直線距離 只需1.2公里 1.2公里就去雲東開站 是的 那我們的客戶主在香港那邊過來 那個交通是怎樣呢 嗯 交通配套性 對 從我們項目旁邊 乘坐一個廣佛巷的乘軌 去到佛山西大約二十分鐘左右 車程 就可以換成一個高鐵 高鐵站 去到廣州的一個南站這個位置 再去換成從廣州南站到香港 好似在佛山西大約高鐵都去到西九龍 對 直接重返西大約 因為反西大約是全佛山最窄的交通樓中心 明白 重點去打造 只要有乘軌去到佛山西 其實出行都比較便利 是的 其實我們香港的客戶可以在西九 直接坐到佛山西站 再換成一個乘軌 去到雲東海站 是的 沒錯 如果我們的客戶在深圳那邊 其實他過關之後再坐深圳的高鐵也很方便 是 其實如果你不想去換成 直接在廣州南站這個位置 乘坐一個輕軌 直接到三水南站 自己坐車過來大約都是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的時間 都是比較便利 三水南站 是的 我們雲上這個項目 都是十五至二十分鐘的車程 是的 你說的是公交還是的士 的士 的士 明白 其實你剛才這樣說 我們有兩個方案 一個就是可以去到佛山西站 再換成成軌 雲東海 另一個是直接在南站 坐我們的輕軌 輕軌去到三水南站 明白了 這個 周邊的設施 現在你說了軌道交通 以及我們的旅遊點 其他有些什麼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呢 OK 大概三水這個地方是比較特殊 整個市區分成三個去組成的 這個位置 我們這個城區 雲東海街道辦事處 這兩邊就是一個新城區域 是 三水廣場中心延線 這個位置屬於三水西南舊城區 這個位置有一個北江新城的 三個城區去組成 而我們這個項目距離這三個城區 都在十公里範圍之內 開車大概是十五分鐘左右 好 明白了 這裏 或者你跟我們介紹一下沙盆 因為現在我想知道 我們在售的是哪一個片區 好 這邊吧 好的 麻煩你 辛苦你彭哥 不用客氣 先和你介紹一下 我們城市中心位於我們河北郭東澤的方向 我們這個項目總佔地規劃是2500毫個用地 其中有1500毫是一個18棟國際級高宇呼球場 高宇呼球場球會在我們城市中心左前方的位置 環繞著我們整個別墅群一周 嗯 我們整個項目基本上 種族化面積是非常之大的 哦 而整個小區分三個片區去開發 我們城市中心這個板塊 就屬於我們項目的A區的板套 嗯 同時我們整個小區的泳池兒童樂園 都在我們A區手部後面 雖然配套的話已經是落成了 商家都開始慢慢陸續地去珍珠 嗯 而我們項目B區呢 就屬於一個東南方向的一個位置 B區 是 這個B區別墅呢 就在保利並購之前已經是開發了 嗯 保利15年正式合作開發 首先開發的是我們C區入面的一個別墅 嗯 紅米色外牆這種英倫風格的別墅呢 就是C區的第一期的產品 哦 19年12月底已經全部正式交付了使用 是 二期的別墅呢 是 是 米灰色 啊 米灰色一種別墅風格 這種叫做東南亞風 簡約風呈的別墅 那麼 2020年12月15日已經全部交付了使用 哦 是 我們三期和園一個別墅呢 已經全部賣光了 哦 即是二期三期都賣光了 是 是 三期是要等到2023年8月底 就正式收樓 嗯 我們現在準備新推出的產品呢 就是我們A區 嗯 就是我們現在收樓部這邊 是的 是 準備開放的 嗯 我們現在指示板放已經做好了 是 是 我們首推的是7、8、9、10 這四棟的別墅 嗯 7座總體是175方 大正裝的別墅 就是已經包含了裝修了 是的 因為在外面基本上很少別墅是帶裝修的 是的 因為我們現在保利做什麼要推廣別墅去裝修呢 是為了我們一個業主 為了這個小區後期一個入住氛圍 會更加濃郁 是的 沒錯 如果不是你又裝修它 裝修就是頭痕 是的 會影響到其他住戶 是的 還有一個問題 它就會叫做 每裝修間別墅的時間 以及深思考慮比較多 可能很多以前的別墅 被人感官就叫做 每人住 是的 因為它要自己去構思的別墅 怎樣做呢 亦都花很多時間 找裝修公司亦都花很多時間 是的 因為我們現在統一去做好裝修之後 你後期只要買傢俱電器就可以進來住了 是的 這是最好的一個賣點 還有現在7座是175平方 其他座好像 互認是否看到外觀不一樣呢 我們890這三棟別墅統一是155方的一種設計 是 155方 是 它可以做到四房四圍設計的空間 有多少層呢 總共有三層的空間 有三層 是 帶獨立自己私人的花園 哦 大概售價是多少 售價呢 我們155方的賣品 折後是16000到17500左右 是一個均價的 是 如果是175方別墅呢 大概是17000到18000之間 嗯 其實就是 只差一點點而已 看看你喜歡哪種 而175方的賣品 應該會闊很多 是的 空間設計這樣 我們都會給你更加滿足你的需求 是 17000至17500 是 16000到18000 Irving 是 155方是16000至17500 155方的是 155方是16000至17500到18000之間 是 均價這樣算 看看你的作用 同時我們首推第一波的產品 你也可以看看 是比較靠近我們社區的輸入工芯 你的人流都會相對性比較黃成 而且生活也很便利 同時我們這一期的產品 總體設計會設立更多 類似這個狐心台 一線望著高爾夫構場的景觀平台 比較適合平時 散步 休閒地坐下 因為我們在狐心台 這個位置 做了幾個可以一線望著高爾夫球場 湖景的桌子等等 位置都是精心佈局 是的 我剛才進來也看到 正正對著那條河以外 對面就是高爾夫球場 那裏很悠閒 很英俊 因為我們這個別墅是主打 輕度假的別墅 因為現在你相對於現在住城市裏面 很多都是比較繁瑣 複雜 因為我們這個別墅設計理念 就給我們一個業主 安靜舒適一個環境 純粹是休閒度假和享受生活 是的 現在我所處的位置 這裏也是我們一個游泳池 我們這邊是一個入門 入門當然是一個洗腳池 然後是一個兒童樂園 兒童池之外 我們這裏有兩個這樣的互散 不要說健身的泳池 都是在這裡玩的 現在我就帶大家來到我們的別墅區 我們這個保利雲相 我現在帶給大家看 這是150平方米 55平方米的別墅 它是帶有精裝的交付標準 現在我們進來就是前花園 當然花園的地方是送的 不用說話了 這裏也是一個去花園內部的地方 我們這個交扭標準 它也是有這扇門的 嘩 這扇門真的很緊張 九萬多個卡 阿星來了之後 將紫強尼都搞不好 好 我們先進來 進來我們的右手邊 就是我們的廚房和餐廳 這個也是交扭標準 大家跟著鏡頭進來 數一數看看 交扭標準 它也是配置了我們的爐具 和七合煙機 其實我們這些廚櫃 大家都看到了 成立金牆 全部都包了 而且廚房的空間是很大 當然也是有窗 廚房出來當然是我們餐廳 其實這個交扭標準 其實它的交扭標準不錯 真的有一間別墅 每一間別墅來說 我們是第一次看到它 帶精裝的交扭 而且你看看它 天花和你做了 它考慮到的東西 都和你考慮到 好了 我們看完我們的廚房和餐廳 我們進來我們的主廳 這個主廳 很舒服 你知不知道這裡有幾平方 這間只是155平方米的別墅 有這樣的空間 這裡是由客廳可以出到花園的 好 我先關門 不要浪費別人的冷氣 好 我們看完客廳 就看看我們這裡有一個公用衛生間 也是我們首層的一個衛生間 還有一隻門可以出到花園 是不是 是不是 如果小朋友 你現在生育胎 就對了 玩了捉衛生間 其實我們的衛生間 後面還有一個儲物室 也是樓梯底 其實它這個位置挺好的 和你擺很多東西 好 看完我們這裡 我們依然還有一個 在首層裡面有一個天井位 這個天井位 見天的地方當然是送的 它是不進入地點面積裡 它是完全不用錢 送給你洗的 這個天井的做法 你可以有很多創意去思考 你做一個小花園也可以 或者做一個自己認為是 生活洋海也可以 好 我們現在上二樓 我們步行上二樓 來到我們別墅的二樓 好 看到我們首先 就是一個外面的一個通道 通道很廣 有些人喜歡放一張桌子 在這裡 捉一下棋 或者做一個喝茶 好 我們先進來煮鍋 這個就是我們煮鍋了 你看看我們飄槍海有80公分 老實實 空調是非交付標準 方便我們進來看樓 就不用那麼熱 好 看完這裡 其實這裡進來 也有一個給你做一個放衣物 或者你可以做一個櫃 在這裡 看看我們這個 這裡仍然是一個套房 看看 也有窗 有鏡櫃 剛濕區分開 你看看這個才是有一個大陽台 這裏原來有大陽台 看上去自己的花園那裏 好地上去吧 現在我們再上三樓 其實是155方 155方 算是平均每層面 即是50方 似乎不止 老實實說 通常私隱性最好的 也是最高的 這個才是主人房 底下兩個客房 也可以說我們小朋友有房 看到了 我們三樓 看到我們房間很大的 首先進來這裡 有一個這麼大的空間 這個空間在窟後面 其實我們也有60公分 差不多60公分 我先抱抱一下 嘩 速有60公分 有得 完全可以做一個 深60公分的衣櫃 這個位置很好用 這麼大 一進來我們現在 鏡頭看到的 就是我們的主人房 主人房 對開一個飄窗台 有80公分 進深的飄窗台 另外 看看我們這裡 它還是一個套房來的 眼燈 嘩 開了燈 完全是逢不生非 鏡頭進去 我走出來 這些全部都是膠樓標準 每個地方都有一個緊急按鈕 就是支援到出去 亦都可以說是報警 通過了我們現在所見到的主人房 為什麼它說交付標準呢 就是這樣 它已經設置在電掣 床頭櫃裡面的位置 中間一張威白床 大家可以看到面積 我們再看看旁邊 旁邊這裏 其實我們設計了一件事 就是給我們做一個很大的衣帽間 真是 現在潮流流 每個都很多三副鞋物 包包 可以夠大空間 另外一個 亦都可以設置一個書房 因為我們剛才的主人房 那裏都夠大 這個你可以做一個書房 或者是有些人喜歡寫毛不治 玩一下書法 自己的空間都適合 看看我們這個空間出來之後 仍然是一個比較大的露台 雖然現在天氣很嚴熱 但是出來露台都很好風 很舒服 好 我又關一隻毛 我剛才跟大家看到的 所說的 就是我們155平方米 155平方米的別墅 進來 入到保尼雲上 讓大家看175平方米的大裝修 還有我們有傢俬的一個陽板房 進來看到我們這個空間 我現在站在這裏 就是我們一個贈送的花園 包括我們入門口的 右邊那邊也是一個 是我們的花園 好 我們現在進來 你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去入門的客廳 而我們的別墅 主門就在這裏 三層 主門就在這裏入 正常情況下 我們進來才轉入客廳 客廳的位置 大家看到多開心 那盆燈好像全部都鑽石形 那樣 還有 看到我們這個位置 整片都是一個落地窗 所以我們這個光線和視覺感 是很舒服的 看遠一點 其實我們就先說這裏飯廳 一路說上去 這裏就是我們進來的 左邊的飯廳 我們的飯廳很溫馨 我們的裝修 包含了我們的天花燈 再看看我們的廚房 廚房的位置 現在我們所表現出來 有一個是非膠樓標準的冰箱 這個放在這裏 到時真真正正的 就要自己買的 而我們這裏 也留到一個雙門位置的冰箱位 看到我們這裏有一個L型的廚房 臨懒無目 好 我們說廚房的電器 無非都有幾樣 不用我再說 我們看看我們在首層裏面 有一個衛生間 好 現在我們帶大家看看 我們首層一個衛生間 我們衛生間還有一個小門出外面 可以連通花園的 衛生間亦都是有一個 給我們放洗衣機的位置 同時它亦都利用了樓梯底的空隙 放了我們洗衣機 以及我們有一個操作間 在我們身間 走出來 衛生間對開 有一個小小的露天花園 露天花園是陣送面積來的 我們可以在這裏搞一些陸化 或者讓一下工賞魚 其實這些創意空間是自己可以去想的 不一定按照我們這個布局去做 好 我們就上去二樓看看 帶大家來看看 我們樓梯間也有窗 為何有窗呢 其實它的空氣、流通和光線都比較好 上到這裏 設置了這裏有一個出門照亮亮的鏡子 可以在這裏做一個小桌子 可以在這裏聊天、喝茶 可以的 現在進來 我們進來這裏 現在在這裏擺到一個這樣的櫃 其實如果客戶可以在這裏做一個到頂的 這樣放棄就更加多了 而且也不需要每次在上面搞衛生 當然你做得好一點 帶點燈光下去 甚麼都好 好 這是套房衛生間 這裏有一個很美麗、很溫馨的 擺明是公主的公主房 相片都有一張美女相片 在這裏 好 看完剛才的房間 我帶大家看一間比較大一點 我們進來這裏 這裏有一個壁櫃 有一張白系床 除了一張米8的床以外 還有很闊落的通道和空間 進來這裏 我們又設置了一個類似衣帽間的過渡 在這裏又做到醫保間的過渡 然後進來這裏 也是我們房間的套房 去到維生間 我們這個房間對正 還有一個很大的露台 我們出去外面看看欣賞一下 這個露台真的很棒 很大 有多長 起碼有7米 這麼長 起碼有7米 有1米半的深度 有7米的長度 在這裏 其實就 嘩 我看到我們三樓還有一個位置 好 我現在進來三樓 嘩 什麼問題 什麼環境 一看 衛生間 標準 也有窗戶 是我最喜歡的 就不需要搞到有些地方 黑曼蚊 沒有窗戶 我們先看我們的主和睡房 不是的 這裏真的做了一個書桌 我都說了 我都說 除了我們的主和以外 這裏是一個自己私人的空間 根據自己的愛好 這裏有些攝影的東西 有些人喜歡搞一些紅酒 雪卡 當然 看回你的主人家是好哪一樣東西 我剛才說的露台很漂亮 這裏很大 可以出去看看 這裏都是比較喜歡運動的 還有一個球 先進來 先看看外面很涼爽 好 看完我們這個私人的愛好品 那間室以外 我們再看看我們的主人家套房 我們的主人家套房 就是利用了一個通道 做一個大衣櫃 然後在通道的另一邊 同樣是衣櫃的前提下 亦都做了梳妝桌 大家可以看看 好 我們就看完那裏 嘩 我們真真正正正入到 我們主人家要休息的地方 這裏 飄窗台 不用說了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床 對著我們的窗戶 是給予我們一個很好的視野 當然 我們在真真正正正睡覺休息 或者有些 需要某樣東西的時候 我們這裏是有窗簾的 我們的私隱性亦是很高的 你不要以為他把床對著外面 就看 就沒有什麼私隱性了 是吧 其實他可以做電子窗簾的 這樣就可以了 看 剛才我們不是說過 這裏有個 術葬台 其實這裏做得不錯 嗯 OK 這個 一百七十